迪士尼 迪士尼 我們經常來 原來樂園很多角落都暗藏原機 今集ESG講這些 帶大家來到迪士尼樂園 尋找ESG的蹤影 小小世界是樂園遊客的打卡熱點 不過原來夢幻的場景背後 暗藏了超過一千塊太陽能發電板 我們一共安裝了5200塊太陽能板 只是小小世界這裏都已經有1200塊 每年的發電量有236萬度電 其實就等於715個三人家庭一年的總用電量 再下來我們會有第四和第五期 一共會加多2000塊太陽能板 再加大約每年80萬度電 太陽能板上如果有樹葉 雀鳥的糞便都隨時會影響發電表現 樂園的團隊會定期實地監察太陽能板的發電數據 清理發電板上的移物 除了小小世界 大家很熟悉的火箭餐廳 鐵甲旗合飛行之旅 灰鴻山谷等等21個遊樂設施和建築物 都有太陽能板隱藏在天台上 我們現在都進行第四和第五階段的工程 會有17個天台再繼續加太陽能板 加起來比起現在的發電量 都會多三分一 現時的太陽能板 疫情之下 Hanks vacation 迪士尼的酒店都成為了港人的大熱之選 為了省電 樂園的團隊也加入了不少心思 例如酒店那裏 酒店那裏我們安裝了一套 我們叫做Smart的 Air Conditioning Control System 其實當酒店的住客 檢查後 我們便會把房間的溫度 調升到高一點的程度 不用說沒有人的時候 都繼續浪費一些冷氣 迪士尼除了卡通人物 遊客多 花草植物亦隨處可見 這些植物除了綠化環境 亦都暗藏綠色足跡 去到人工湖 人工湖本身 大家的客人來玩 就覺得是一個湖 其實人工湖的存在 為何我們會建一個人工湖 其實是收集著 下雨的雨水 在山上流下來的水 收集了水之後 就用來給整個園區 不只是我們歷史來樂園 其實是整個足高灣 你看到那些自動灑水系統 給花草樹木 其實都是成功回收集了雨水 再經過大崩潑 用來把水循環再用 不用另外在水塘拿水來做灌溉 在園區裏面有足足過萬棵樹木 日常的修剪、封櫃 都會造成大量綠色廢料 樂園的園藝部 2017年開始採用碎木機 將木碎循環再用 鋪蓋在植物的土壤上 為植物提供養份 但是過去一年 樂園已經回收了超過540噸綠色廢料 樂園的遊樂設施、酒店、建築都佈滿綠色細節 2SG不單止是企業關注的事 亦都已經滲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 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再見 再見 戶口 分享